今天的课程叫净土十六观往生法 最近为什么要开净土无法 净土法门 大家很多人只知道有持明念佛法 实际上它总共和我们这个时候 实空相应的 当然它也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是说跟这个时空相应的 我们叫净土无法 净土无法 第一个法就持明念佛法 第二个是阿弥陀佛本尊法 或者西方三圣本尊法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 今天我们用十六观经 有一个观五量寿经里面有十六观 那么来争取 一个是帮我们自己一定今生 往生西方极乐有把握 这个是必须的 你必须要有把握 同时用这部方法去影响周边的人 影响周边的人 这个我们有很多大德很发心 所以今天的十六观经 这个里面大量的这个绘图 这都是来自传统 你比方说这些绘图 这都是来自传统 传统的这个 一位画家 他这个把十六观 通通通用彩绘的方法 画的这么装严 那么所以儿 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 回头都会发给你们 发给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还想回头把它印个 小册子 大家赞助一下 印个这种精美的册子 就是十六关往生发的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我们大量散发 散发是什么呢 让大家看到这么美的世界 怎么样 都要去 我昨天傍晚晚上呢 这个在家里做这个课件 几个小家伙就一看 哟这么漂亮 都来跑来看 都跑来看呢 然后就看哎呀这么漂亮 问这是哪里 我告诉说这是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我说将来我们一家人 都去这里好不好 这样我们孩子父母就不再分离了 他们拍手 啊我要去我要去 你看就把他们就勾搭上了 这个愿望 他只要说我要去我要去 这就发愿了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给父母看 有没有给兄弟姐妹看 不是宗教 是有这么个世界 比地球还漂亮 比地球还美丽 那么大家要不要 兄弟姐妹咱们这么好 啊 这个父子 母女这么好 我们要不要分离 不要分离 不要分离 我们在哪才能不能分离 就是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 六道轮回那就一定有分离 你上天可能孩子在出生道 对不对 你在地狱道 孩子可能在人道 那一定是分开的 这六道轮回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地方 没有六道轮回 大家都彼此能够照应 那这就是极乐国土 极乐国土